民进党中只会上周决议,延长总统初选协调时程。 蔡赖之争进入延长赛。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佐欲请支持蔡总统的网军停止对他攻击。 这些攻击对未来的团结没有帮助。 对此, 台北市议员罗志强直言。 蔡英文顽因家耍赖。 赖清德已经功德无量了。 赖清德佐表示,参加党内初选以来就坚持君子之争。 也已承诺若输调初选。 就一定支持赢的人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。 他也欲请支持蔡总统网军停止对他攻击。 这些攻击对未来的团结没有帮助。 初选这道程序可以团结民进党党内。 重新凝聚分散力量。 君子之争格外重要。 也希望蔡总统可以公开声明。 初选输的一方会全力支持胜选的一方。 对此,罗志强在脸书指出,有网军大骂支持赖清德,就是支持共产党。 罗表示,曾几何时? 台独工作者赖清德不但成了统派,还变成共产党。 罗志强说他虽然对赖清德有很多意见。 但看到有人为了护航蔡英文,疯狂地大开脑洞。 不免为清德拘一把清泪。 至于赖清德要蔡英文,停止网军攻击。 罗直言现在讨饶来不及了,蔡英文玩因家耍赖。 我看赖清德已经功德无量GG了。 中国台湾网4月14日训据香港中评设报道,蔡英文今天表示。 赖清德希望得到支持。 诚信是最基本的条件,赖清德则回应。 看到民进党在9合1选举遭逢重大挫败。 自己才决定出来参选。 赖清德登记民进党2020初选。 与寻求连任的蔡英文形成竞争态势。 蔡英文上午出席活动时表示。 如果赖清德希望得到支持。 必须先证明他是可以被支持。 被信赖的,他必须提醒赖清德。 作为政治人物要领导整个台湾地区,要承担责任。 诚信是最基本的条件。 赖清德今天下午到台中中有百货,成品书店参加用行动带来,希望签书会。 针对蔡英文认为诚信是最基本的条件。 他回应,在台南市长。 行政院长任内。 公开表达对同党现任领导人的支持。 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的。 但这些都发生在去年11月24日9、合一选举之前。 赖清德提到,9、合一选举民进党遭逢重大挫败。 执政县市从13席降位6席。 得票率之胜39.2%。 比2000年沉水扁时期,得到的3.3%还要少。 2008年,民进党也遭逢一次挫败。 当时区域立委之胜下13席。 可是那时候得票率还有41%。 在这种状况下, 我才决定出来参选。 至于前防务部长蔡明献日前宣布退党, 赖清德表示。 很多党内同志也担心。 这场初选会不会像过去一样造成严重影响。 所以他立行君子之争, 希望党内。 党公职不必表态, 派系修兵, 组织不用动员。 大家就超过个人派系, 完完全全为了台湾。 赖清德说, 如果蔡英文赢得初选, 那么自己一定全力支持她。 当然也期待, 为了选后的团结。 蔡英文也能够宣布, 如果我赢得初选。 他也能够全力支持我。 国民党最新民调显示, 韩国瑜支持度胜过朱立伦、 王金平总和。 图片来源。 台湾中时电子报。 中国台湾网4月14日讯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。 岛内2020大选逼近。 写去年9合一选举大胜气势。 蓝英有多位太阳表态角逐党内, 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。 同时党内也传出呼声。 和人气居高不下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出马参选。 根据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最新民调。 在国民党内, 韩国瑜。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。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。 前台北县长周西韦等人选中。 韩获得34.6%民众支持, 遥遥领先, 而诸。 王分别有1%6.4% 16.1%支持度。 相加起来仍不及韩国瑜。 旺旺中时集团4月10日之一一日委托爱普罗所作最新民调中。 对目前国民党内想参选, 2020大选者有韩国瑜、朱立伦、 王金平。 周西韦, 您支持哪位? 结果显示, 韩国瑜获得34.6%支持率最高。 朱立伦与王金平则在伯仲之间, 分别只有1%6.4%以及16.1%。 周西韦则仅获0.4%支持度。 另有1%15%。 2%表示都不支持, 或支持其他人选。 1.17.3%表态。 细部分析来看, 韩国瑜无论是以性别。 年龄、学历或地区区分。 各项支持度都高于其他三位候选人。 朱立伦在40-49岁。 50-59岁的支持度较高。 分别为25.5%符号及2%。 另在研究所以上学历支持度部分。 也以30.5%与韩国瑜并驾齐驱。 专科及大学则分别有2.5%。 17.2%。 17.2%支持度。 显健在高学历群教授青睐。 地区方面则是在桃竹苗获得较高支持, 北北基次之。 王金平则是在云嘉南地区最有吸引力。 或21.2%支持度。 赢过朱立伦的10.5%仅次于韩国瑜的31。 另在高平地区也以16.8%支持度小盈朱立伦的15%。 年龄方面。 王金平在20-29岁。 以及60-69岁。 70岁以上等区间支持度胜过朱立伦。 此次民调是在4月10日至1.1日进行。 有效样本为1014人。 在95%信心水平下。 抽样误差为正负3.1个百分点。 国民党最新民调显示, 韩国瑜支持度胜过朱立伦、王金平总和。 图片来源。 台湾中时电子报。 中国台湾网4月14日训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。 岛内2020大选逼近。 挟去年9合1选举大胜气势。 蓝营有多位太阳表态角逐党内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。 同时党内也传出呼声。 判人气居高不下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出马参选。 根据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最新民调。 在国民党内,韩国瑜。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。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。 前台北县长周西伟等人选中。 韩获得34.6%民众支持,遥遥领先,而朱。 王分别有以6.4%、16.1%支持度。 相加起来仍不及韩国瑜。 旺旺中时集团4月10日之一一日委托爱普罗所作最新民调中。 对目前国民党内想参选,2020大选者有韩国瑜。 朱立伦、王金平。 周西伟,您支持哪位? 结果显示,韩国瑜获得34.6%支持率最高。 朱立伦与王金平则在伯仲之间。 分别只有以6.4%以及16.1%。 周西伟则仅获0.4%支持度。 另有E15。 2%表示都不支持,或支持其他人选。 E17。 3%未表态。 细部分析来看,韩国瑜无论是以性别、年龄、学历或地区区分。 各项支持度都高于其他三位候选人。 朱立伦在40-49岁。 50-59岁的支持度较高。 分别为25.5%符号及2%。 另在研究所以上学历、支持度部分。 也以30。 5%与韩国瑜并驾齐驱。 专科及大学则分别有2.5%。 17.2%支持度。 显见在高学历群教授青睐。 地区方面则是在桃竹苗获得较高支持,北北基次之。 王金平则是在云嘉南地区最有吸引力。 或21.2%支持度。 赢过朱立伦的10.5%。 仅次于韩国瑜的31。 4%。 另在高平地区也以16.8%支持度小赢朱立伦的15%。 年龄方面。 王金平在20-29岁。 以及60-69岁。 70岁以上等区间支持度胜过朱立伦。 此次民调是在4月10日至11日进行。 有效样本为1014人。 在95%信心水平下。 抽样误差为正负3.1个百分点。 环球网报道记者张立元,随着民进党2020初选时成言后。 蔡·赖之争也逐渐从私底下的暗流涌动,转变为台面上开丝。 记作13日晚爆料蔡英文豢养,网军被蔡回队后。 赖清德14日再出一记重拳。 直言自己支持蔡英文,是去年9合一选举前的事。 并暗讽蔡英文当家托民进党后腿。 据台湾联合报14日报道。 赖清德13日喊话称。 希望蔡英文要求网军停止对她的攻击。 看似迫不得已的请求,实则透露出蔡换阳网军内幕。 赖清德10名认证蔡英文阳网军,岛内舆论随即炸开了锅。 随后,蔡英文幕僚紧急跳出来救火。 直指赖所言是对蔡的不实指控,并酸称。 赖清德把基于事实的诚信检视当成网军攻击。 该幕僚称。 政治人物的诚信和承诺很重要。 也是民众检验一个政治人物的重要标准。 赖清德公开合飞公开讲过多少次不参选,全力支持蔡英文。 如果不是刻意遗忘。 她自己应该最清楚。 蔡英文今天114日也回呛,攻击我的人。 赖院长对他们都有一定熟悉度。 或许赖清德也可以请这些网友截止一下。 她还暗讽道,要她支持。 赖清德必须先证明自己可以被支持。 身为一个政治人物。 要领导台当局,要承担责任。 诚信是最基本的条件。 面对蔡英文方大打诚信牌。 赖清德随后不留情面直言。 自己支持蔡英文是在去年9合一选举前的事。 但看到选后民进党的得票率,比之以往两次重要选举都少。 因对台湾有一份责任,她才出来参选。 一记暗批蔡英文无能的重拳再打出。 蔡赖双方你来我往,从先前表面和气,暗流涌动到如今不留情面,直接开撕,台湾网友将此看在眼里直言,狗咬狗。 见不得光的事都抖出来,两个没诚信的人在相互指责对方。 诈骗集团内讧,继续看下去吧。 下集团内聘域